有工袁警来到台前接受市长陈其迈的颁奖表扬 陈市长感谢袁警为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不免不休不遗余力地持续路检林检和扫荡枪支地下工厂守护社会治安 首先要特别感谢林医院分局跟山民二分局 在过年期间分别侦破枪支抢夺案以及超伤强盗案 避免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 在这里要向所有的警察同仁表示感谢 陈市长表示警察同仁位居前线做治安先锋 对于重大案件在最短时间快速破案 让市民安心 他强调提升见警率的重要 让民众有感警察同仁在治安工作上的努力 那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提高见警率 让民众能够感受到政府 以及我们所有警察同仁在治安工作上的一个努力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有关这个改造枪支支支手枪等等 这个溯源管理这个部分 那也要特别感谢高雄地检署 跟我们桥头地检署 以及我们高雄市调处 这个相关单位的一个配合 由于亲民连续假期将至 陈市长表示 青少年常聚集的复合式KTV 网咖汽车旅馆等 可能潜藏治安风险 只是加强查气 打击犯罪捍卫治安 青少年常常聚集复合式的这些 KTV网咖汽车旅馆等等这个部分 那这个不仅是很多的这个毒品 或者是说相对的很多的这个枪支犯罪等等 这个部分 我也希望说警察局能够针对这些 易涉及相关案件的这些场所 能够加强的查气 陈市长重申不怕问题 强调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处事态度 并且持续努力和相关治安机关充分合作 提升打击犯罪效能 让城市更安全市民更安心 记者李正道赖昌邦高雄报道